9月3日蔡卓妍 陈豪 任达华夫妇 以及甄子丹和太太王詩詩 一同盛裝出席某周刊的十周年 副刊午宴 蔡卓妍最近曝光率相当的高 昨晚才刚出席完电影 《超级经纪人》的首音里 更不慎露出铁身穿裤 被报纸大造文章 连她自己也不禁尴尬笑言 这次是老毛烧虚 晚节不保 昨天因为裙子确实有点短 所以里面我就穿了一条热裤 然后呢 而且那个热裤 本来有一条很漂亮的一条边 是让大家看到的 但是昨天可能坐车太久了 然后坐完车之后 那个裤子就有点往上拉 所以 对 其实昨天是没有呈现最好的那一面 给大家看到 对啊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称号 就是打底王 因为我是很少走光的 在我记得 我记忆里面 我入行的日子里面 对啊 那 没办法 老 猫 消 素 完结不保 今年真子丹和太太结婚恰逢十周年 夫妻俩不但重拍婚纱照 曾子丹还亲自策划 把苏美岛之旅给太太王诗诗送上惊喜 但是我可以要说明了这一次我们的旅游都是我安排的 因为以前很多活动 很多那些派对啊 最近我生日那次都是我太太 一切都是她来安排的 这一次的旅游 我可以 因为平常的旅游都是我自己安排的 所以我这一次我觉得我很舒服 我不需要用你的 对 什么都不要想 所以这次我非常自豪地说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郑子丹探员当年结婚仪式从前 很多地方都美中不足 因此想趁十周年弥补当年的遗憾 当年我们是很快的结婚 那好多的一些分离的安排都没有做得最好 那也有一点点遗憾 那所以在这一次十周年我尽量就是我们两夫妻就是也百忙之中 我们两个人就抽几天过两个人的世界了